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知道咬了 嗯 还不吃啊 我发现他真的好聪明你知道吗 这个上面有带皮的 他不好吃啊 我上面咬了一口心 一口嚼 还一口气没有 知道什么好吃知道什么甜是不是 你看这个在地上不好吃 啊这个吃了 就吐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嗯 那把皮给了 你吃吧 嘿嘿嘿 这小东西最聪明 嗯 对 你吃啥啊 我这皮是不是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把它吃了 哈哈哈哈 你看吧 挑来挑去不好吃 嗯 你也学会挑嘴啊 啊 以前不这样啊 突然想起来冰箱里面 还剩两根大骨头 哎哎哎哎 等我煮一下给你吃 你眼前满的大骨头 他还没有吃完 过来 吐了给你煮了 你想咋 给我给我给我 吐了 吐给你煮一下 给煮一下 这上面还是有一些肉的 不多吧 但是有一点 我这个肉稍微多一点 你煮一下好好啃一下 超这么高 我不啃肉了 每次 诡字妹老说 我把肉啃光了 我不啃了 全部让他吃 以前觉得吧 他太小 你知道吗 不能吃太多肉 今天把这好好煮一下 能够你啃上几天吗 这个高压锅是我去西藏之前买的 我没用 我没买这个高压锅之前 我家里从来没有用过高压锅 不管对肉什么的都是用 生火或者说用煤气灶堆 ok 高压锅堆十来分钟就行了 这是我奶奶中午自己烙的饼 特别好吃 来黑米吃一小块 对 每次吃饭前乖乖坐着好不好 嗯 嗯 好了 走 灯补熟了 差不多了 看一下 哇 好香 这个骨头汤 给晾一下 晾一下 晾一下 这骨头汤 可以留着给它泡骨粮吃 每次给黑米煮的这个骨头汤 还有那个鸡胸肉的汤 都给它泡点骨粮吃 它吃的特别香 知道为什么它现在毛色黑亮黑亮的吗 就是对对少不了肉 对对有样品 有骨头汤 有肉汤 是不是啊 小黑米 嗯嗯嗯 好了 等这个骨头汤晾一下 晾一下 给你挑一块吃好不好 来过来 大骨头凉了 来过来坐 坐下 坐坐好 看这骨头上 这么多肉呢 手塞一下啊 一 二 哎哎哎哎 三 吃吧 过来你往哪跑呢 可以吧 我又不跟你抢 是不是 好吃吗 哈哈 先吃脆骨 先吃肉 像不像 嗯 小黑米 像不像 我给你像不像 你过来 好可以去吧可以去吧 不和你玩了 咱 男的 那 还有 哪